如果大家家裡任何一個家庭成員 有少少流鼻水或咳嗽喉嚨痛之類 是很少很少的 都要立即戴口罩 第五波疫情月初嚴峻 ViuTV節目主持家媛 以及她的老公 睡半的兒子 以及愛蓉 一家四口都確診 兒子在2月12日開始發燒 開到2月14日凌晨 肺炎呼吸變得急速 所以打了999 要求發色的服務 最終兒子留院 哪次要隔離病房 全家做病毒檢測 亦都呈陽性 她說若果家中任何家庭成員 有輕微的病徵 都要立即戴口罩 並且做快速的測試 她建議大家 要準備快速測試 必利痛 以及冰鮮的食物 因為你不知道 約在家旁邊多久 現在兒子仍然留院 她希望身體盡快康復 迎接兒子出院